疫情趨緩 想外出吃個好料 但你發現說萬物齊掌 就連餐廳也是如此 包括泰式料理吃到飽泰式掌調漲一百塊錢 加上原本一成服務費 一人要價衝破上千塊 而另外也有一家火鍋吃到飽集鮮 也得再多付錢 就連開業二十年的皇家帝國 麻辣火鍋也變貴一百 那麼業者是說食材也會跟著同步升級 它食材很多 而且它不是只有那種評價 外面市面上市場上可以買到的食材 偶爾是可以啦 那你常吃的話是覺得荷包會失血 有人暫時在觀望 畢竟火鍋吃到飽一口氣漲一百元 直逼飯店Buffet的價格 但業者有話要說 我們其實價格它沒有漲 我們只是把那個平日的菜色 與假日的就是升級 成本就占掉七成 那我們毛利的話其實就占掉三成 利潤其實很低才一成而已 調整價格之際 同步將食材升級 像是鮮甜的藍鑽蟹 蓄蟹生肝貝等擺在餐台 讓你吃個夠 而吃到飽迎來掌聲的還有 一整排橘蟲的三點蟹 搭配泰式酸辣口感調動味蕾 定義食材成本增加 泰式廠調整一百元 再加一成服務費 衝破千元 而令家火鍋吃到飽極鮮 佔日晚餐也變貴四十元 得再多付幾個銅板 物價非常之際 食材成本同步拉高 反映在價格上 這铃铃追與台幻想不到